和氏币到底是不是祥瑞的玉啊 不是 到了秦始皇的时候 统一了六国 然后拿到了这个和氏币 拿到和氏币以后 他认为这个和氏币不祥 不要这个币了 把它刻成一个图章 什么图章 传国玉玺 尤里斯用鸟文传写了八个字 得道于天 既寿且仓 八个字 这个八个字就是小图章 那个章有多大呢 大概三公分剑方 好 应该是寿命于天 既寿永昌 那这个小小的一个图章 大概三公分的剑方 就是很小 很小 古时候的图章都很小 那很小 做了一个传国玉玺 这个传国玉玺啊 就绑在这个秦始皇的腰带上 要用圣子的时候就盖在上面 等到秦始皇去寻全国的时候 有一天在路上 秦始皇死了 死了不打紧啊 这个李斯赵高担心了 为什么担心呢 因为这两个坏蛋啊 处心积虑的把秦始皇的大儿子 扶书啊 把他送到了这个北方去 准备把他害死 那现在那个扶书还没死 结果秦始皇死了 那秦始皇死了 当然就是扶书 接二世 因为他是始皇嘛 就二世三世 他想说如果扶书当皇帝 那他两个人还活吗 不能活了 没办法 矫躁 什么叫矫躁 写假的圣子 好 圣子 你要李斯 圣子都是李斯写的嘛 写得很好 就赐扶书 自文 但是呢 穿过玉玺 要盖章啊 完了 穿过玉玺 不见了 你知道为什么不见吗 因为穿过玉玺很小 我刚刚不说了嘛 那秦始皇很胖 然后古时候的帝王啊 都穿十七八件 你看过那个日本人穿和服吗 都是穿十五六件啊 所以那个小的图章 你穿的衣服穿那么多 那找不到 然后人又死了 又搬搬不动 哎呀 急得不得了 好不容易找到 然后就拿那个土章盖上去 然后飞书 飞 不是飞书 飞旗传书 赐扶书 就扶书 就被赐死了 就二次胡还继位 那不多久 成胜无寡 皆干而起 秦朝就完了 所以这个玉玺啊 也是悲哀的 啊 还不止这个悲哀哦 还有一个更悲哀的 什么悲哀的呢 到了东汉末年 呃 原地 呃 原地叫做刘 刘世 刘世死了 刘世的皇后 叫元后 元后呢 他的爸爸叫王莽 王莽想要篡位 啊 就跑去找他女儿 他女儿是皇后嘛 就要他的 传国玉玺 就是秦始皇的那个传国玉玺哦 受命于天 祭寿永昌哦 给他要这个玉玺 那 皇后当然不肯给啊 好 皇后的爸爸王莽就说了 你如果不给 我把宫门封了 把你们饿死 没办法 那个皇后咬牙切齿 把那个玉玺就拿起来 就往王莽的身上一丢 王莽一闪 怕 把这个传国玉玺给摔坏了 摔坏了没办法了 结果王莽捡起来以后 用黄金又把它修补一下 那个又还可以盖 就盖了他的这个教兆的圣旨 就是传位给王莽 成为了新朝 这就是王莽传位 王莽传位以后 当然汉就没了 以后的五代十国就一乱 传国玉玺就不见了 OK 这就是我今天要说的 和氏璧的所有的故事 如果各位对细节上还有什么 不了解 没关系 上我们的这个 Facebook 大家一起来讨论 好吗 谢谢你